受到這禮拜 韓流英雄 六港鞭海 擁擠 雲 嚴重 等上失望 市民民對這麼多的 失態不知道如何處理 理會 王菲美就協助海巡市一大堆 來支援協助請禮 也會來集市 最重要進出補助 前幾天 中華市出現今年最期運 做成六港鞭海地區 擁擠 雲 嚴重 等上失望 學業者順利非常參中 正式百多萬 後來後來又死了 目前百多萬後來後來 後來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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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差過了 差過了 差過了 差過年 理會王菲美表示 市民看到這麼多寒溪的魚 艱苦也不知道如何 如果沒有處理 有更煩惱的生困影響水質 他們處理協助海巡 海巡海地 協助給他們鼓起來 也很感謝我們獅藥大隊 緊急調動四十幾位的弟兄 來幫忙這些漁民 來打到這些屍體 那我想後續這個環境 也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以前他們的做法 就是把他們放水流 造成了第二度的一個汙染 那我們現在呢 緊急用這個 透過我們這個獅藥大隊的弟兄 把這些東西先準備起來之後 那我們再交給所謂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化物廠 來做一些清理的一個動作 這部環境造成的損失非常多 其中遺甲損失今天更多16億 立委員也表示 會接結向中央來申請補助 讓市民減少損失 那因為我們台石器線以溪的部分 是屬於所謂的這個地層下線區域 那原本呢 你如果沒有水款的人 完全沒有辦法補助 但是現在很現實的地方就是說 像很多民眾就是科技的吃飯 所以今天早上 我也緊急在跟行政院這邊來做聯絡 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具體的 這個從優的一個方式的 補助的一個這個標準下來 因為這次的反流 給很多用力給孫氏非常參眾 立委也希望中央可以 種款認定保障 讓市民減少孫氏 幫助市民度過難關 過一個好年 新中華新聞副中青六港蔡鳳報道